歡迎各位觀眾朋友繼續透過MOE SPORTS頻道收看108年前大運射箭項目公開組的最後一天賽事 那廠商目前要進行的是復活公公開女子組同牌戰 又來自中國文化大學的吳婷婷出戰的是國立體大的楊佳華 這樣比賽雙方已經進行選手的介紹以及裁判的介紹 比賽隨即展開 這樣比賽將有位於第一把位的吳婷婷先行發射 第一支劍射出10分 這支劍射出了9分 9分 這支劍節奏稍久了一點喔 剩下4秒鐘 這支劍是可能是有壓到10分劍喔 等一下等待把錢裁判確認 8分 8分 9分 3支劍 加滑選手3支劍進入點相當集中偏在右下角喔 他可能要趕快做一個調整 他可能要趕快做一個調整 如果第二支9分沒有壓到10分線的話 這一趟雙方就會以27分贊成平手 現在把錢裁判確認 把錢 加滑選手第二支的9分是有壓到10分線的 所以這一趟射出了28分 以1分的領先 戰勝無停停選手 在這一趟以1分領先戰勝無停停選手 對 那第二趟就會有落後的無停停選手先發射 那第二趟就會有落後的無停停選手先發射 8分 我聽聽選手目前的劍阻點都有點略微偏右喔 對 他必須要再做調整 加滑選手9分 還是有劍阻點偏低的情況喔 兩位選手在瞄準器的調整上似乎還沒有找到最好的狀態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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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點天選手這一趟射出了28分 9分 人家滑旋手最後一支劍 9分 這一趟也設出28分的分數 如果分數沒有變動的話 這一趟兩方都是以28比28平手 那以總分數來講 楊佳華選手一分領先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下一趟一樣是由五挺挺選手來進行先行發射的部分 第三趟就是五挺挺選手先行發射 第三趟就是五挺挺選手先行發射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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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分 十分 哦 你去三隻十分劍 看起來是有找回瞄準器的位置 佳華選手 這支劍 十分 可能是有壓到十分線的 等待把錢裁判的確認 那如果是有壓到的話 那雙方總分還是會 達成平手 85比85 那如果沒有約到線的話 這一趟就會由佳華選手 落後一分 那總分的話也會是85比84 那我們現在等待把錢裁判的確認 那今天有把錢裁判的確認 這一趟 五挺挺選手 射出30分 然後佳華選手射出29分 在總分上 雙方以85比85 贊成平手 所以第四趟還是由五挺挺選手先行發射 這樣等於最後兩趟 兩位選手的各六之間 可以說是格外的關鍵 是 總等於從頭開始 9分 佳華選手射出8分 在平手的狀況的話 射出8分其實是有一點嚴重的事 9分 現在必須要去做一個加緊的去調整回來 佳華選手似乎在調整上出了一點狀況啊 在現場的計時器部分似乎也有一點狀況出現了 佳華選手第二隻射出9分 剛剛那秒數似乎是有重跑的情形 是 對 對 無挺挺挺選手最後一隻射出9分 那佳華選手只要射出10分就可以將分數追平 對 9分 稍微可惜了一點 對 我按照這樣子看來的話 佳華選手在下一趟的時候就必須要先行發射了 是 是 那我們現在等待把刑裁判來確認 如果分數沒有太大的變動的話 第四趟結束的時候就會是 無挺挺選手以112分 對上楊佳華選手111分 1分領先 沒錯 沒錯那這回趟的比賽 將由國力體大的楊佳華選手先行發射了 是 關鍵兩位選手的各三之間 是 由關這場比賽講入誰家 現在只有一分的分差 對兩位選手來說都是 有壓力的 9分 9分 第一支劍射出了9分 吳天天選手第一支劍 9分 9分 楊佳華選手 5分 1分 1分 10分 1分 4分 5分 5分 59分 1分 5分 5分 1分 10分 射出了10分劍 那這樣的話最後一支劍相當關鍵 10分 有頂住壓力 那吳廷廷選手這一趟也必須射出10分 9分的話就會平手 9分 看起來可以看到今天第一場加射 這一場的同排戰就是相當的精彩 是 雙方的分數從一開始 只有1分的分差 沒有大於2分的分差過 如果稍後同分的話 那我們加散的部分大概會怎麼進行呢 兩位選手就會進行加射 如果雙方兩位選手就是這種XX 也就是最裡面的那一根10分圈的話 就會進行第二次加射 如果雙方接射出XX以外的分數 就會直接比距離 看誰的劍離靶心最近 這樣等於就是一鍵定生死 是 靶心裁判確認 雙方分數都是140分 需要進行加射 對 那加射的部分就會由 第一把的5點釘選手先行發射 對 所以這支劍都是相當的關鍵 是 或分數比較高的那一方 就可以奪下銅牌 對 我們現在等待 裁判做計時器的調整 關鍵的 加射的一支劍 接下來就考驗兩位選手的哪一名選手可以比較穩定 是 是 選手的抗壓力以及穩定性 武廷的這一支劍 射出了9分 9分 是一支 楊家華選手很有機會 是 拿下這樣的比賽勝利 是 射出10分劍的話 就可以將銅牌收到口袋裡面了 9分 相當可惜啊 兩位選手雖然都射出9分劍 可是家華選手的劍是 比較遠的 對 其實是相當可惜的 因為 其實吳婷婷選手的9分劍 其實 在複合宮來講 其實也算是偏外圍的劍 對 所以其實 這對家華選手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機會 可惜沒有好好把握住 對 那麼這場比賽呢 最終恭喜來自 中國文化大學的吳婷婷 在複合宮公開女子組的 銅牌戰 加設的負面呢 是拿下了勝利 所以獲得了銅牌 是 那這邊 那家華選手是相當的可惜喔 不過也拿出了 不錯的表現了 是 這樣比賽的轉播工作 在這邊告個段落 我們稍